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童玩具 今天我们又一起来玩植物大战将军的玩具了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么玩的吧 Let's go 好那我们快看 今天出场了非常非常多神奇的小植物 首先出来的第一位就是我们的 莫瓜 莫瓜先生脸上长满了 撒他的兜兜 他底下有个吸盘 用力的一吸 然后他就会弹起来了 当当你看他就吸住了吸盘 变得非常的矮了对不对 一会他就会弹出来了 不要被吓一跳哦 那下面我们看到的 这位就是我们的不享日快乐 他可以召唤阳光 他呢也有一个吸盘 当当你看他就跳出来了 下面我们再看看这位 当当当当当 认识这是什么小植物吗 他就是我们的西瓜了 这是我们的西瓜头手 快看这里有一个头17 我们选择一个小炮弹 往后投一下吧 当当 是不是我们的炮弹就被投射出去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植物吗 当当快看 这是我们的全新菜头手 是不是 你看他这里是拳起来的全新菜 他也是一个带有头皮的 你看就投出去了 非常非常的帅气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头手呢 不过他是玉米头手 快看这是一个小玉米对不对 底下是我们的玉米的叶子 他后面也有一个大大的头丸 我们把这个炸弹放入其中 然后他就弹出去了 当当我们再来看这个表情十分的凶个 他呢是一个小辣椒 你看他的眼睛会突出来呢 超级帅气的 当当我们快看出来的第一个小植物是什么 这是一个小小的树桩对不对 旁边都生起来了紫色的火 所以呢它是我们的火炬树桩 这个是我们的辣椒头手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是什么 它的上面长满了紫色的点点 大大的嘴巴还能张开 这就是我们的食人花了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它的名字叫做弯道射手 弯道射手的炮弹在这里 投入炮弹 我们把我们的僵尸请上来吧 首先擅长的第一位僵尸 是我们的路障僵尸 看看能打到它吗 哇 一枚炮弹就把它打倒了 它去叫它的兄弟了 它的兄弟来给它报仇了 哇 报仇来的 我们的铁桶将尸 现在我们投入炮弹 准备发射 哇 我们的第二枚炮弹把它打倒了 超级无敌帅气的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的植物大战枪吃玩具 就玩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点击订阅吧 拜拜